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滿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我們的奧運代表團出發去日本 讓他知道我們的運動員竟然坐經濟艙 那些官員坐商務艙 這個事情小英雖然道歉 但是臉書被燒壞了 大家都非常的憤怒 而且說這個事情一定要處置 因為光道歉是不夠的 那為什麼大家這麼的生氣 到底裡面有什麼樣的內情 體育署標品雄公為了防疫 這樣的理由大家能接受嗎 還是說謊話連篇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麼另外這個據說 不只是坐經濟艙 而且住的飯店也不好 官員的飯店比選手的飯店還要好 那另外是這個高端 今天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去告賭職 包括高端 包括官員 那他們認為說為什麼這種事情浮入影 為什麼採取突襲 那麼完全是黑箱作業 那這個事情對高端未來的這個前途跟發展 有多少影響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隨兄 這個有人已經講說國民黨現在做的工作是以前在黑高鐵 現在在黑高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李秉穎教授說其實高端的這一個效果 他不管安全性還是這個防護力都達到九成 是非常好的這個疫苗 那今天18個本土病例四個人死亡 有可能這幾天就要全部要降級了 可是國外在降級之後 都這個馬上又爆發 包括新加坡以色列 今天我們會來討論 那今天有個好消息就是 我們跟立陶宛互設了代表處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是唯一一個中國的邦交國 跟臺灣設了代表處 而且用臺灣之名 不過我相信中國有可能跟他們斷交 那今天我們都會來這個討論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有民進黨的立委 王定宇 王委員 黃毅大哥 大家好 政治學教授 范士平 范老師 黃毅哥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奧運國家隊跆拳的總教練 前任李家榮 李教練 李教練 你好 李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那麼另外邀請到的是醫師 林靜宜 林醫師 黃毅哥好 大家晚安 好 支持的媒體人黃創夏 黃毅哥好 大家好 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 王志勝老師 黃毅哥好 大家好 但是北醫腫瘤血液科的醫師 吳鴻成 吳醫師也加入 國民黨新北市的市議員 葉元資也會加入 那等一下我們會連線給亞特蘭大 在亞特蘭大奧運的時候擔任教練的 這個蘇志榮 蘇教練 以及高端的總經理陳燦堅 陳總 那這個現在我們來看 因為這一次這個做經濟艙的問題 那麼官員坐商務艙 我們的這個總統 行政院長 教育部長 紛紛出來道歉 來 我們來看看一下 說在靠窗角落自拍宣告前往東澳 體型嬌小的戴資穎卡進座位 要輕鬆移動已經有點難 再看看商務艙座椅加大還有靠枕 球員手腳可以有更多伸展空間 對比小袋經濟艙被不能大幅度拉低 商務艙可以像躺椅般舒適 對運動員來說才是真正放鬆 籃球選手 排球選手長很高大 角力選手 柔道選手 他長得比較寬一點 那經濟艙坐起來就不舒服 而且會影響到一些肌肉的放鬆 可能會影響到他的表現 中華代表團A330 CI220專案包機 36個商務艙座位被誰做去名單曝光 有23位教練和6位隨隊醫生 但其中竟然還有7位隊職員 曾經帶團出國的資深球評 認為安排可以更好 你可能在之前的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 可以先協調問問選手 你願不願意去做經濟艙 那如果說不願意的話 那我們商務艙是不是來抽籤 或者是我什麼樣的一個安排 商務艙名單包括中華代表團團長林宏道 總領隊蔡成薇 中華奧會秘書長李玉芳 副總領隊也是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 還有體育署組長蘭昆田 顧問李文斌 同時也是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執行長 支援工作團團員劉慶文 副執行長也在列 我之前也是亞運也有 我們要提早已開 他們也是有讓我們 就沒有也是跟團隊不勾動 這個都是很好勾動的 經濟艙風波 體育署長張紹希 19號遞交書面請辭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 以奧運為重 就責 賽後再說 好 這個事情小英總統已經致歉了 不理過民怨炸鍋依然灌爆小英的這個臉書 那麼因為小英曾經承諾過 說參加重要國際賽事的選手跟教練 都要搭商務艙為原則 那網友完全不領情 炮轟說我們要的不是道歉的總統 而是希望有實際的作為 而且希望後續能有明確的處置 不要放任體育署這樣招踏代表臺灣的選手 希望真的可以好好整頓臺灣的體育環境 那網友的留言在小英總統的這個留言是這樣 說請趕緊亡羊補牢 真的很不應該 位置不夠就給我包兩臺飛機 兩臺不夠給我包三臺 官員給給我去貨艙 憑什麼官員做商務艙 請震怒原辦 希望可以徹底的究責 而不是震怒後又雲過風輕 下一次依然如此 那我先請教一下范老師 這個戴志穎做經濟艙 選手做經濟艙 官員做商務艙 你同意嗎 當然不同意 我們這個選手 他才是真正代表我們國家去出賽的 那至於那些什麼行政人員 更不應該 什麼體育署的副署長 體育署的組長 體育署副署長 組長很大 很大 沒錯 可是今天誰最大 今天當然是選手最大 我必須要講 戴志穎他在IG上拍照片 我說實在 他大可以不必做這班專機 以他的生 以他的這麼多 以他的代言這麼多產品 他要找一個代理商 再提供一個 長榮已經提供給他 所有比賽他都可以做 他都可以做商務艙 對 所以他根本不必須要搭領 你這班專機 他是配合你 他配合你 他 結果你竟然讓我去做一個 這個所謂的經濟艙 那你不是屈辱人家嗎 第二個我覺得 這裡面難道沒有人認識 帶爸爸說他去現場才知道 所以你事先沒有給人家 沒有給人家做通知 今天如果戴志穎沒有發這個IG的話 這件事情就沒有人知道 對 那因為戴志穎他內心有一個強烈的落差感 其他人可能只會說本來以為做商務艙沒做到 有點不爽 但是戴志穎他一個落差 因為他本來他就他本來就應該要做 他是捨棄他的權力 然後來這邊 結果你還不給人家做 那個那個是很大的反差 那我跟你講這就是我們公務系統 長期這個體育署的叫官本位 這一切做官的最大 做官最大情況之下 選手只是工具 所以選手得獎的時候 這個功勞是誰的 功勞是功勞好像變成這些行政人員 變成這些官員的 是奧會的會長 是團長的 然後叫你們去 然後這個比賽不好 責任是誰的 責任是選手的 所以選手永遠遠都不是當作一個 最該被尊重的人 選手不過是我們這些行政單位 政府部門的一個工具而已 論功行賞的工具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凸顯一個非常可悲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事情 你如果事先 你告訴大家就算了 我們實在有困難 那我們這個商務艙 終於不夠 因為我們 沒有困難 因為飛機每天在飛 對 然後現在有可能 這個到底是誰做的決策 有沒有甚至還有人說 這有包機 哪有什麼 又不是攀機 對 還有人說 這是不是因為旅行射程懶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凸顯 就是選手在臺灣的這個比賽來講 他都是弱勢的 他不是被尊重的 今天郝海是個戴資穎 他在國際間的聲望 所以才有這個一出來的時候 大概什麼炸國 到現在為止 還在講什麼防疫 我請問你 那你們這些坐在商務艙的人 不怕染疫嗎 你們有梅花坐嗎 你們就不怕染疫 然後你們擔心的是選手 這個講這個理由 我真的說不過去 來來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請大家看 坐飛機 大顆的 大關都在這裡 這有這個商務艙 真正東京奧運的主力 其實是我們的選手 要打進東京奧運 那是多困難的事情 結果他們坐在這裡 叫做這個經濟艙 經濟艙滿滿的 位置很小 那所謂的防疫 所以給他們坐這邊 這個可以梅花坐 來來來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創校兄 你同意嗎 你認為是這樣嗎 基本上我們為什麼那麼憤怒 除了對於這些選手不公平之外 最重要是 那裡面就是那些官員 他們敢坐進去 毫無自覺是什麼 是公務人員的官本位主義 他們以為他們很大 可是公務人員很大嗎 我們就講一個 像美國好了 美國曾經在中國裡面 嘲笑過一個人 叫做美國駐華大使 駱家輝 駱家輝去的時候 坐經濟艙 回來的時候 離開的時候 從四川到北京 坐經濟艙 就中國人 就只有那種 封建於府的官員 覺得說官員 一定要坐商務艙 叫做投等艙 所以嘲笑 那個駱家輝是什麼 要去賺差價 結果就是這種官員 以為他坐的官員很大 那是迂腐的 中國式的官僚 就最後是什麼 美國有規定 除了總統 副總統 部長 國務卿 國會重要議員之外 通通像駱家輝 這種總統特任的經濟艙 所以民主國家 不會把你官員搞到這麼大 那我們是個民主國家 就我們的小小的副署長 小小的組長 你們敢坐進去 而且毫無自覺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問題 是他們的官僚迂腐心態 才讓我們那麼生氣 我們是什麼國家 我們已經民主化這麼久了 官員這麼大 官員這麼的迂腐 才是讓老百姓非常愤怒的一點 孫雅雄 他說他為了防疫 為了防疫 所以讓全手坐經濟艙 他說回來一定保證坐商務艙 為了防疫 怎麼會回來坐商務艙 所以這些官員好偉盜 他們是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所以我坐商務艙 我不避防疫 這個東西真是鬼扯 所以其實他們的意思就是 因為被罵了 才知道 他們不是反省 他們是因為被罵了 對 我跟你說他很白色 他說為了防疫 所以他們是委屈坐商務艙 讓選手因為安全 所以去坐經濟艙 是這樣嗎 他們冒著染疫的風險 他們是為國犧牲 奉獻自己的生命 奉獻自己的身體 不要再在那邊瞎掰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看不下去 來 王老師 為什麼大家這麼不爽 兩個原因 其實我覺得更不爽的人 就是因為你體育署的一些官員 或者是這些出來講話的時候 你就是說謊瞎掰 打擾教練說他OK 但是這些教練 他一下飛機 是不是要跟全手緊密的去做合作 訓練 賽前的一些安排 你教練等於是這個日夜都跟選手辦在一起 你讓教練誰商務艙 出來跟選手做會 這樣有防疫的效果 所以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根本問題是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你有心要讓選手安排做商務艙 我們的選手六十八個人 加上工作人員 加上這次去的官員可能破百了 你有心讓選手做商務艙 六十八個人兩台飛機 三台包三台可不可以 包兩台不行 包三台 你這些選手都能夠安排做商務艙 你叫飛機公司把經濟艙都調整成商務艙 他也會幫你處理 而且我們那個所謂的二零二零 我們有一個什麼這個奧運黃金計畫 他去年編了三億 你包一台多少錢 我還記得那個上次有一個包了 包了所有商務艙的位置 我們國家出的去 絕對出得起 所以為什麼讓人家憤怒 就是說你根本是在說謊 在硬拗 然後罔顧這些選手的這些所謂的這些權益 那你再看為什麼會說硬拗到什麼程度 其實硬拗到這是這是去年 本來本來是去年的七月要參加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有一個所謂的對於這個機票的這種招標案 他招標案什麼 你看代表團商務艙十一個人 其餘經濟艙 這是他的招標 二零一九年的時候招標 這跟你說什麼 跟你說其實那時候在安排選手 就是做經濟艙 只有十一個人 連教練可能都沒有十一個人就是官員 現在我們是丟臉丟到國外了 印尼的媒體還特別把這件事情來報導 說台灣的選手做經濟艙 官員做商務艙 如果連一個印尼的媒體都把這種事情拿出來報導 你覺得我們台灣這幾年好不容易因為防疫 因為我們做得好 在全世界的尊榮港 為這種事情 連印尼都來嘲笑我們 印尼在嘲笑我們 對 你覺得這種新聞出來 你覺得你能夠忍受嗎 來 王偉 我覺得這個事情 兩句話 第一個他是騙局 欺上瞞下 第二個他是一個官僚西微常 官僚不是只有體育署的官喔 中華奧會你們這些官 在那方向多久 之前連旅行社安排都是中華奧會的大官的兒子 專門在承攬這個旅行社的招攬跟安排 我為什麼說這整個七上瞞下 我舉一個最誇張的事情 那一天這一百多個選手要出發去日本的時候 在松山機場 你知道誰去送機嗎 蘇貞昌 唐鳳 教育部長潘文忠 送機的時候選手也都很高興 所以這一群要坐飛機的選手 不知道待會搭機跟原來承諾不一樣 要去送機的是全國行政官員的最高首長 行政院長也不知道飛機的球員怎麼擺 那在旁邊被 你們要加油喔 被慰問 拍團體照的副署長 體育署副署長 中華奧會的主席 你們那時候站在那個地方 一句話都不夠 登機之後才發現豬洋變色 豬去做商務艙 楊去做經濟艙 豬洋變色 然後戴志穎 我認為戴志穎發這個是對的 其實不只他發 因為他發這個IG別人有注意到 其他選手不見得被注意到 所以第一個原來從總統到行政院長到教育部長 負責編預算的都公開承諾說選手最重要 通通做商務艙 一架不夠 兩架來 你體育署在幹嘛 你在規劃這個事情的時候 潘文忠那天去松山機場看了驗頭 你根本不知道 怎麼會讓編預算的主管部會首長不知道 然後一個體育署的副署長 行政組組長 合大大桌碟頭請商務艙 違背原始編列預算執行跟長官的命令 這齊有此理 部長不要看一看嗎 下面的人那麼好欺負他嗎 所以這部長 你看人騙去剛好而已 那第二個部分叫做官僚行態 我問你 七上萬下是哪一個在騙 體育署 這整個決策過程要把它揪出來 現在前線在打仗 有人認為說前線在打仗 這時候不要去影響軍心 我贊成 但在臺灣的行政作業 把所有的內籤的籤文都要調出來 那做好差的 做後機是送去包的 足機的座位告訴你的時候 你怎麼安排座位的 最後安排座位 會有一個公文簽成 去簽合 核准 上鎮的 丟出來 他的上一級長官這麼好被騙 你要負責 可是我講就是中華 七上萬下的七 這個是體育署的署長 這個是教育部長 我問你是不是這一個在七 查出來就知道了 但我覺得潘文中以下這些 你如果被他欺騙的話 潘文中自己也要找一個 山邊去攏攏攏 你做部長也不用看 他說 山手座隊 你也要關心病 他們住在哪裡 他們住在飯店 因為所有的 飯店 我知道 飯店可能有點誤會 但是 飯店 飛機這個事情 如果潘文中從頭問到尾 都告訴他們說做商務商的話 這事情大條 大條 很大條 帶著國人期待 個人奪牌目標 整裝出發東京奧運 選手每人至少兩個行李箱 外加大後背包塞滿 一路從高雄左迅北上 先和官員見一面 事後也被前例委黃國昌質疑 專機不從高雄飛 是為了遷就官員 只有這個時間出現他們才有鏡頭 只是我覺得他們除了這種時間出現 他們也要做點事情 這個情況很久以前 都很常看到 然後好像都沒有獲得一個很大的改善 長久以來的陋襲民眾都看在眼裡 國家代表隊為國爭光 然而交通住宿一連串安排 明顯都是以官為尊 中華台北這個隊伍 好像一直把選手看成是一種工具 忽略了這個運動最本質的核心精神 這種官員的本位主義 其實是台灣的體育發展最不需要的 2016年里約奧運早被嘲諷不夠體貼選手 世界各國比牌場 韓國出動14人廚師團 專為選手做韓式料理 日本斥資2.5億日圓為選手蓋溫泉區 美國NBA球星更是直接駐進港口豪華遊艇 而中華隊吃不慣當地飲食 只能改吃泡麵 也是非常諷刺的 如果我們連選手最好的奧運都做不到 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他們 可以在比賽的時候拿到最好的場景 只從這個所謂的這個很僵化很自私那個角度去出發 他沒有去體驗到出去比賽的人他到底需要什麼 培育出一個世界級排名第一的球員多麼不容易 全世界只有中華台北做到說你要給他搭金星堂 事前甚至沒有跟他講一聲 體育署帶隊遠征 卻再次將代表選手基本照護丟一邊 不只府院接連致歉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下令 反國必定追究責任 長久的官僚就是 這裡的人就老大 有大位他就先做 那個是習慣 你叫那些所謂的體育大官 去坐經濟艙 到那邊選手坐這會 他還不願 所以這個官僚習性要改掉 變成了體育署長張紹西請辭 行政院高層說賽後在檢討處理 我告訴你現在這怎麼滾蛋了 我覺得真的不能 體育署沒有那麼偉大 我覺得沒有 因為不是他是去比賽 他是行政主管 換別人來做 賽才可以平民分 現在是明月民分很高 所以我覺得今天潘文中 在去年三月六號在立法院 他是接受國民黨的立委 洪孟凱質詢 我們這一次 東京奧影是不是做商務艙 潘文中講是 而且這列入立法院的紀錄裡面 那蔡英文總統在二零一六年 他那時候接見那個 他剛上任 接見這個里約奧運的這個選手的時候 他說我們未來是以搭乘商務艙為原則 所以蔡英文已經講了 蔡英總統的意思是說 國外重要比賽都做商務艙 那哪一個比奧運難道不重要 哪一個比奧運還重要 那今天蔡英文已經講了 潘文中去年也講了 那為什麼有人敢迴逆總統跟部長的意見 這個人敢借天 向天借膽 然後為什麼旅行社剛剛講過 為什麼是他的合約裡面是只有十一個商務艙 那十一個位置 那你要派幾架飛機啊 你要派一百架嗎 所以這就表示說 這就表示說今天這個情況很奇怪 那為什麼有人在那邊上下騎手 我必須要講說其他的運動選手敢怒不敢言 你敢得罪中華奧會的會長林宏道嗎 你敢得罪前任的會長蔡成威嗎 蔡成威是林宏道的前任會長 為什麼他可以當總領隊 我搞不懂你是卸任為什麼一個中華奧會 剛剛講過本來是很純淨的 現在都被企業家給進入了 這裡面是不是先說一個非常龐大的 第一個剛才委員講了 家屬是不是在經營旅行社 第二個這可能是小錢 代言費還有各種比賽的轉播費 還有各種的相關的這種廣告費 我覺得這裡面感覺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NGO 非營利組織 他不是一個單純為全民服務的一個單位 感覺跟商業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今天這只是露出了這個雪山的一部分而已 下面還有非常深的東西 可能未來我們要怎麼樣做體育改革 否則到這個某種程度 可能會威脅到我們運動員的心情 他們的比賽 甚至可能打壓到某些可能出頭的運動員 因為他有非常複雜的政商關係 那李總教練有感受到嗎 是 那個我看到正主持人 還有今天的來賓 大家對這件事情非常的氣憤 那其實我有在意 可是每一個運動員的在意的點不太一樣 我從1988年到192016年 我都參與在奧運的代表 對 不管在培訓隊有沒有出國 那後幾屆2008 2012倫敦2016的巴西 我都有跟著出去 那我知道的國家 我們國家 在每一次的成型的所有選手的事物 我看到是越做越好 像我是跆拳道的選手 我比較瘦小 我比那個主持人還瘦小 可是我是打中華民國 48公斤級以下 我那個體型我根本 我根本不需要做什麼商務艙 我發覺我們籃球隊 如果那兩百公分的 那個舉重或是重量級一百五十公斤的 那個真的要讓他們做商務艙 我的需求不是這個 我的需求需要我要很好的飲食 不好意思 這個是你的觀點 對 我給你看一個事情 好 這是今天的新聞 美國的體操選手 她是個女性 這個女性說是美國國家體型 最嬌小的選手 身高只有一十二 但是她做聯合航空給她做 做什麼你知道嗎 做不是商務艙 是豪華商務艙 然後還送給她一個專屬的山羊抱枕 因為山羊就是G-O-A-T GOLD 說這個 他是史上第一的別稱 代表什麼 代表聯合航空對這個選手的 禮遇 那不是尊重 那是一種尊重 我了解 那個之前 之所以 如果小孩都去擠擠擠擠擠就好 因為進行 2016年之所以會有商務艙 這個提出的時候 其實是國家政府 我總統的美意 我們也都很開心 當第一次 第一次 我帶選手莊佳佳他們出去的時候 莊佳佳突然要做商務艙 可是那個時候 只有給選手 沒有教練 我們教練團職在後面 他說 教練 他感覺 我說我坐不下去 教練 你要教我 後來慢慢慢慢 又放寬給教練 也有資格 所以其實我們的制度 是一直在轉變的 那我有想到這件事 因為國家包括我們民眾 還有那麼多的老師貴賓 你們都那麼重視 其實運動員是有福的 那這種情境之下 我希望我們這些選手 能夠適時的 我發現是疫情病毒 真的有點影響 那這件事情是一個插曲 可是我想國家那麼多人努力以後 這一次一定會翻轉 因為選手弱勢 你聽到嗎 選手都把學會的總幹事 領隊 會長 看得很大 所以說今天的體育選手 才是主體 這社會翻轉 一方面對選手不敢 以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你事情為什麼都不溝通 很多人是講這個點 就是說今天選手通常 那我們都在奧運選手的主角 奧運的主角是選手 我們都不希望影響他的心情 可以繼續給他最大的鼓勵 所以送機的送機 這個包機是什麼時候來的 有一次去參加日本的比賽 結果那個棒球選手分批自己做回來 社會花籃 後面才說我們關心他 安排他做商務艙 那這個事情就是 如果你為了防疫 要梅花做 或者你要包第二架 包不到 都可以事前講 你事前說好 大家可以來挑戰 我為什麼剛才講說 蘇貞昌去送機 我覺得看來 你連要登機前 擺明了選手跟行政院 沒有人知道你這樣排 好大大 你可以事前講 我們台灣選手很高級的 你如果說為了防疫 大家一人坐一次 浪廣 你要不要坐 不然我坐後面 你要坐頭前 都可以談 連講都不講 瞞到什麼時候 瞞到關機門 瞞到關機門 才讓戴志銘發一個說 好懷念 那個我在長農的商務艙 總教人 我的意思是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一致就好 然後都做商務艙 那你就說商務艙只有三十六個 不是嘛 你就把包機 你就把航空公司說 我的全部都改成商務艙 我們只是多付一點費用 他就幫你改 所以剛剛洪宜大哥舉的那個例子 你看那個是美國聯合航空 這一次我們的團員出去是搭什麼 是搭華航 華航是私人公司嗎 國家的 華航是國家的 你說實在話 這一次我覺得這裡面 我們等一下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那我覺得其實教練講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 這個東西在慢慢的改的過程中 有一些文化的問題 昨天有很多人在拿那個 就是所謂去商務艙那些人 就是大家在講說 拿幾個要拉下來 其實你仔細一看會發現 就算拉幾個下來 你剩下的這些也不夠重 不應該拉他們下來 對 就是沒有應該拉下來的問題 所以其實幾個事情講 第一個其實我覺得定語委員講的最好 我今天如果是蘇貞昌院長 他想說 我昨天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原來你們這樣搞啊 那你要叫一個說 不論是說實在 從教育部長以上 他事先去想說 到多少團員要去 他們這架飛機坐不坐得下 這都不應該是 我講那個層級應該處理的事情 就是以下這個層級 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 也就是有沒有去貫徹說 我們之前所宣示的 要讓所有的 不論是選手也好 教練也好 相關 甚至我昨天看到有一群人 我是很感動 就是包含醫療人員 因為過去在所有出賽這個過程裡面 我會認為說醫療人員 復健人員 甚至營養專家 都應該在醫療團 都應該在團隊裡面 終於出現這些團隊 我是很感動的 但是這個東西 你在所有承辦的人 你至少要貫徹一件事情 這些人要受到最好的照顧 今天還好是日本 行程短短的 如果你今天是很遠 那這種狀況是不是更不累 那這種狀況是不是更不累 以前有個墨西哥奧運 其實這裡面 我覺得大概有很多東西 要檢討的 其中一個我覺得 剛剛電影委員提到的 最重要一個點 這裡面在溝通過程中 有沒有以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讓他們最舒服的狀況 參加比賽 最受照顧的狀況參加比賽 如果有這個概念 那大家提出來說這樣不好 就很好解決 如果沒有在這個概念裡面 那這樣就是說 那這樣既然如此 就湊一湊 這個就是根本核心的問題 我這樣提醒大家 九月份是立法院預算會期 昨天我看到所有的委員 不論是在野 或者是執政黨委員 整個大家大暴怒 九月份的預算會期 我相信教育部跟體育署 你們在等 大家一定會去監督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為什麼 連這麼重要 四年一次奧運 這次還延了一年 你還可以辦成這個樣子 我相信這裡是接下來 重要的監督 政府這邊我給的預算是多的 給的補助是多的 就是我今天在文章寫的 軟硬體都開始增加 軟硬體都開始變好 理論上來講 他應該可以下到選手的身上去 可是他不會是從政府 直接下選手 你中間還有 包含我講奧委會 包含奧委會的所謂單向協會 因為選手能不能參加 都要經過單向協會 單向協會這邊 剛剛定義委員講得好啊 單向協會有沒有跟奧委會溝通 奧委會有沒有去跟承辦溝通 這個過程如果是承辦跟你刁難說 哎呀你們太麻煩了 你們不同的這個運動職種 你通通聽我的 我只給你一種規格 我只給你一個地方 上面這邊有問題 這邊如果選手有這個需求 往上要求 結果這裡沒有處理 那這個地方說實在 這個就是全民 我真的覺得大家 既然如此有高度強烈的憤怒 我們大家要來看這一件事情 可以怎麼處理 這個區域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幾台都給包商戶倉 一台不夠 兩台 因為我們國家經費有夠 因為小英現在給他很多的預算 現在是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那是沒心 在體育選手來看起來 他們會覺得很心很寒 這主持人 我現在也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 我當教練 我照顧選手 是 我讓他可以作戰 那一定的 我的選手有一些 不能睡定的名稱 他睡不著 有的人 他一定要吃什麼 他比較愛吃的東西 所以 剛才說的 如果這個是2016年 訂的商務艙的這個待遇 禮遇我們的選手 慢慢慢慢有在 也禮遇教練了 四年前答應的 今年沒做到 應該會做到 為什麼沒做到 我一直在想 在最近出發前 選手 教練每個禮拜 在國訓中心都有會議 選手有提出 教練有提出 有人有建議 結果沒有做 那就你們那麼氣憤 我就沒有話講 可是 因為疫情的疏忽 我把重點沒有抓到 主要重點 他們認為防禦是重點 我認為防禦是重點 不要確診說 掉了 那個戴資穎 那麼天真或直率的選手 就這樣寫 我認為他OK 他表達OK 可是 是不是那麼氣憤 我真的 我沒有接觸 我不知道 現在要氣憤 還有國家的政府 官員說不聽 你如果這樣去 我接受 可是如果 真的舒服 大家都重點 都放在這裡 怎麼搞 我真的怎麼搞 我垂下自己 我把這個重要的 漏掉了 要怎麼補充 你剛剛去基頂的時候 到機上 譬如說主席 你要下場 我坐在你頭前 我覺得 我們兩個應該交換比較好 還是說 酸秋 我們調整一下吧 如果這個處理 在已經上飛機了 其實也還可以處理 高齡 為什麼上飛機不能處理 還有宏儀大哥說的 那點 心態 他頭到尾就覺得說 我來坐商務艙是應該的 你們這裡酸秋坐後面 兩點鐘而已 沒關係 是這個心態 否則國家是從總統到行政院長 都說可以做商務艙 意思就是 我們一般人比較多的包機 包機是可以把後面座位都拆掉的 可以換 再多一架 經費也有 也夠 為什麼不做 因為你們坐後面沒差 那句沒差 一般人 比較有sense 上了飛機一看 做前面商務艙 我要帶自己還有一大堆巡頭 坐後面 腳傷坐下去 我覺得 那是頭到尾就不一樣 總之 我說 他不一樣 照顧 不可能還在爬菜 什麼防疫 防疫 你如果是為了防疫去 選手 坐經濟艙是為了防疫 回來你也一樣 防疫 為了坐經濟艙 怎麼說要坐商務艙 對不對 所以不通 這些官員 從來不是用服務選手的心態 是管理選手的心態 這些團體是管理選手 所以他們高高在上 好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因為今天 這個也有人已經去把我們 戴智穎住的飯店 查出來 這是戴智穎住的飯店 說一萬兩千五 一萬兩千五 說三點三星的 那中國是住四星的 但是中國選手欠到糟糕 說他們住海景飯店還不夠 這是烏干達選手住的飯店 但是說看起來就比戴智穎的好 那可是實情是不是這樣 我們繼續討論先休息一下 總得的時間來 我們先開發到四天 每一國合遵的遺風車 都經過大規模的臨床時間 確保安全性到有效性 目前很多國家開放住屍 COVID-19的遺風車 除了可以遺風疫情的發生 和港級感染方向 正能住屍遺風車有很多的幫助 我們國提供民眾住屍遺風車 合合國際標準 民眾如果有下住屍的條件 可以在醫生平國之後安心住屍 住屍遺風車也請保持風躍好習慣 守候你我們的健康 好 那麼這個今天不只是 這個飛機倉位的問題 那說小袋去住這個飯店 是3.3顆星 這邊是2,500 那小袋有說這個飯店離我近 我比較方便 那這是烏干達選手住的飯店 這個是中國選手說還有海景 中國住海景飯店 那這個實情是怎麼樣 是做也不好吃也不好住也不好嗎 來我們來看飛機 可以住離場管近的地方很好 省去搭車時間 有更多時間休息說自己要開始訓練了 但國手住的寒酸也讓國人很心疼 官員的住房也被翻出來檢視 讓官員去那邊是 他並不是真的要去下場比賽的 結果他們去那邊住的比誰都好 那雙人房是大概四五千塊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可以查到的價格 是這樣子 求後住的我們大概查了一下 大概就在兩千多三千左右 比一比隨行官員住的密碼 馬路新宿西方飯店 雙人床裝潢設計濃濃合適風 還有榻榻米小客廳以及琉璃台 價格更是選手飯店兩倍 在那邊比較有等級 就是三千以上的飯店的話 有登記有料的大概就只有三千 但是就是說如果要做最高所 我們也可以去看看 比如說同樣比賽賽制的選手 它是不是他們選擇在哪一區 他們是克服他們的交通 讓選手可以找到更舒適的周期 其實比賽地點距離馬羅德飯店 約十分鐘左右車程 但如果住選手村距離三十公里以上 專車接駁恐怕要近一小時 像是小袋勁敵印度新度 就入住選手村 體育署回憶為了避免周車勞頓 還有長途移動增添染疫風險 所以選擇這邊當作住宿地點 只是冬奧還沒開打 就已經先爆出爭議 我們現在要連線給在1996年 擔任亞特蘭大奧運的這一個教練 是蘇志榮蘇教練 今天發生這個機位的問題 那麼體育署說 那個是為了幫選手防疫 你有接受嗎 這只是說我沒有接受 為什麼 收聲聲感謝小袋 從這個問題點出來 這個問題其實聽到我們的國家隊裡面 很順帶了很久 其實當年來 無分力 對我們的中和隊 都照顧 都是比較悠閑 所以今天競爭是總統 要贏 要有我們的奧運的頂尖的選手 要去坐商務艙 我覺得說 絕對有這條醫生 所以說 但是我覺得說 這個要 我覺得這個經濟問題 是在一圈出了問題 執行上出的問題 所以小英是想要做 也給了經費 但是沒有辦法下達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的感覺是這樣 為什麼沒辦法下達 因為 年以來 無分力 體育署這塊 都是比較結定的 學術派遣 把市場的 這個東西的封閉 可能會做成 後面這麼一間套 對橫向的困難 所以我覺得 這是 我看是這間 這個市場重重的原因 你說什麼東西 可以把市場的 學術派遣 學術派遣 可以說比較明顯嗎 對啊 這就是 就這樣 因為如果是體育人 大家都知道 好 所以把市場以後 他就另立一個 這個山寨王國 把人關他關不到 是 各位就是這個 一行上 所以我覺得 總統 正常來說 總統如果是有這個意思 基本的基關都會變相 我們的意思 你直接沒有交 你就 商務艙位置沒有交 直接沒有交 你就定兩隻就好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的官員 會坐在商務艙上面 其實說真的 九年坐在商務艙 我一點點意見 因為九年跟選手都一樣的辛苦 但是你關完什麼坐在那 是啊 但是你選手坐在 經濟上升是很不利的 走去一個選手的養成 等年來的訓練 我付出了那麼多信念 我只是為了在這個時間點 要幫我們台灣 在我們國際奧運 拿一個好的裝備 但是你讓他四點鐘的飛行 可能在那裡會在那裡 我坐在那裡會坐在那裡 我腳手純不好使 也許我的肌肉會比較僵硬化 還是怎樣 影響到後面這個奧運的比賽 這是很得不常識的 所以為什麼說 選手去經濟艙 那些 我們客服宿 我們這些官員 所以在商務艙 這是我沒有辦法去 那會不會太容易 所以體育署 管得動那些單向協會嗎 我們沒有辦法管啊 因為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結局 你聽嗎 這是一個結構啊 蘇教練 我給他請教 我們體育署都知道 體育署是一個專業 也稍微方便的一個體育 為什麼他東西 你這裡做大館 你總統民進院長 三年、兩年半 走來走去 英文都那群人 在體育署裡面占款的也那群人 在各單向委員會跟中華奧會 英文也那群人 這一次做商務艙的副署長 他進行就是競賽組的組長 上一次出包他用的 上一次政府去給選手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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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個副署長當年弄的 所以剛才黃金大哥在問這個 就說奇怪 不然我們都沒有他的法 他變成一個生態系 這個生態系有自己的利益 有自己的老大 有自己不敢得罪的對象 然後這個生態系長期把持 變成大家想要改革對象 要跟他改的人都做比他更多 變成一具地為王 我們都抓他沒辦法就對了 就是說協會這個區塊 各個單向協會他掌握了這些選手的 譬如說出國的提名權 比賽權這些規則的制定 跟選手的篩選 並行說體育署在專業上面 必須要配合協會 協會在這裡面又可以 有很大的發言權 並行說到了今天變成是 選手的權益選手的聲音 被這個體育署跟協會當中 被壓到最下面 這不是過去以來這長期的結構 今天如果沒有消息 帶那張相片 今天問題會被知道嗎 應該是沒有辦法去突破這個 所以我非常感謝小代 他用世界第一 這個官党 把我們的政府送了一個很要緊的課 曹教練 我要請教奧運 我們銷標如行車跟銷標這些 航空公司的包機 是什麼樣子 是體育署還是中華奧會 亞奧運的比賽都是中華奧會組 對 中華奧會 我剛才有看到銷標書 中華奧會 招標的時候只要求經濟艙十四個座位 就好 一開始就不要讓銷手 對 剛才那個公文 中華奧會去招標的 他招標的須之裡面 所以我不知道他講他 他的招標須之白紙黑之寫 代表團預估商務艙旅客 僅需十一位 十一雷 那你這你這怎麼可能是要貫徹 給選手做商務艙 所以中華奧會在籌標的時候 就已經洋鳳英文在騙人了 第二個 那標道的旅行設施 又上次那一家 來來來來 看這裡 看這裡 我國參加二零二零第三十二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 及賽中資源工作團 往返運輸需求書 然後說代表團預估商務艙旅客十一位 其餘皆為經濟艙 不好意思我們選手幾個 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一台商務艙而已 頭到八就是錢人買人家 什麼時候你要給他商務艙 因為這代是二零一九年就這樣 不是現在的事情 對啊 所以你之前出去的 覺得自己是高級的 會 說這個我會 我覺得會 怎麼說 怎麼說 覺得怎麼高級 連到要 我們這樣連妹連營 其實真的有一天 有一個機會 讓代表國家出門 去跟人請拚 為我們台灣去拚一個地名堂 但是我們 當年來 這塊體制來對不對 對 核酸手的寬 真的不夠 像我們自己 我們都是出門 六米幾票 六米飯店錢 這樣而已 其他去就是看 台海有落地招待嗎 今天很多事都要自己去不換 你只有飯店錢到幾票錢 你喝水要怎樣 自己不換 水要自己不換 是 所以我們要出門前 都要 要拜很多好朋友 很多企業家 都去跟拜訪說 待會就 中央地要出門 加減幫我們 討厭一下 是 這麼可憐 其實這次這個事情 是蔡英文統一 部長支持 院長送機 而且經費充分 而且飛機是我們國營的 結果後來造成這個結果 你不覺得這個是一個結構的問題嗎 這個就是我全部都面面俱到的 OK 可是那個東風 確實吹不出來 你覺得這中間最大的因素在什麼地方 其實應該講都是叫做馬爾東風 就是蔡英文總統已經承諾了68個 所以你看他們在處理的時候就只有11個 代表什麼 我在處理的過程中 蔡英文總統講過什麼 他們不在乎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一個獨立王國 就剛剛蘇教練講的 所以今天的問題就是那個張紹希 你就把他拔掉 因為你只有在這個時候立威 告訴他們說 你們是受國家管制 所以協會 我們從那個2019開始就講 要體育改革 要改革這些協會 協會把食 講了這麼久 如果連一個張紹希 都可以說是因為奧運在即 還要把他留下來 那這樣子你怎麼立威呢 我跟你講這一個把持的集團 根本開不清你這個政府 就是會有那個68個 明明68個人都講了 是給他商務艙 你只去訂11個 代表什麼 過程中根本就把總統 把行政院長 把體育教育部長 當成馬爾東風 可是奇怪 全部都做商務艙 他也有經費 他為什麼不 所以他們是馬爾東風 根本不甩你 傲慢的心態 那個是心態問題 傲慢的心態 如果不是小待 真的這事情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先休息 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看起來只是 就是一個機位 經濟艙商務艙的問題 其實不是 他其實顯示的是 我們體育界非常嚴重乘科的問題 有人把持永遠沒有辦法改革 那這個說我們 的這個奧運會 也長期被把持 那到底有沒有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三年前在授旗典禮上揮舞旗幟 帶領東奧團 他是這次熱出商務艙風波的 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 2014年擔任主席連任至今 紅帛集團二代的他 還曾捲入24億掏空案 沒有啦 2015年第一時間 只有他的哥哥林鴻明被約談 林鴻道早一步 駕駛豪華帆船 用小三通管道開溜到廈門 案件偵辦到最後 監方竟也沒發佈 後續結果 我接觸的都是體育界 而且團隊都是體育界的事情 治癒總領隊蔡成威 在2006年到2014年擔任主席 他是國泰集團二代 商界兩人把持中華奧會15年 網友質疑 體育界被財團綁架了嗎 在台灣你要辦活動 你就比較目標 因為我們第一個沒有企業化 第二個就像我剛才講的 市場很少眾 那你必須要有人來捐款 我們講的這個金主 所以金主很容易就成為 這一個體育運動的主導者 體育人才養成不易 不少體育協會龍頭 都擁有財力的鎮商界人士擔任 協會不少都有家庭式 或師徒式的派系不有實權 在同國人加入這個協會 然後可以用自己人去投入小 直接算兩件 下一次他可以再參與他的指令出來 台灣的運動圈很像 也就是我們全民參與運動的人數不夠多 你肯定可以拿到幾十票 你甚至就可以長期把持這個協會 儘管喊出改革 但需要資金扶持的體育產業 始終無法擺脫就有勢力 15年後仍由商界掌握主行龍頭 網友大探 封閉體育界 恐怕人世目死難改 這個是 時代力量的立委王婉玉 就是小燈泡的媽媽 王婉玉委員今天說 幫大家補充一些背景資料 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和他的哥哥 也就是前101董事長林鴻明 兩人在2015年10 曾經涉及捲入一起超過24億的掏空案 而四年前體育改革的時候 身為體壇大佬的林鴻道跟蔡成薇 也都非常反對 林鴻道在跟體育署的會議上 直接離席不願對談 蔡成薇更是極力反對開放協會 甚至還號召其他協會的理事長 共同演了一出辭職不幹了的戲碼 給體育署下馬威 這兩個人在體育改革過後 仍然擔任要職 並且還坐在前往東京的包機商務艙上 我先請教范老師 今天這樣有效果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民眾感到很難過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不是代指引的話 這件事情其實就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真的真的沒有 因為我相信我剛剛講 沒有一個運動員敢跟 我們這個體會會 剛剛這個蘇教練講說 這個被把持這樣你聽懂了嗎 我聽懂啊 聽懂你來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這也不是只有這個領域 很多領域都有 因為我們台灣就幾所重要的大學 體育系嘛 大家注意到北體 或者是神體 或現在還有一個國立體育學院 可能未來這些人 畢業的一些選手變成教練 然後這些人又可能投身 變成這些單向協會的負責人 然後他們就可以掌握很多的資源 包含很多比賽的舉辦 包含經費的申請 包含為教練的養成 然後這些教練又可能影響到一些 各個學校的招生 還有就是他們老師的升等 它變成是一個實務鏈 所以每一個學校有每個學校的專業 它可能就會影響到單向的協會 然後未來改選的時候都是我們盡情繁殖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是一個很僵化的 比如說水潑不浸 針叉不透 這就變成是一個獨立王國 你看體育室叫他開的不開 對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這又跟我們剛剛講過 商業行為很有關 例如說代言人 你求新的代言 你廣告 轉播各方面 所以那個利益是非常龐大的 甚至你如果不聽話 抱歉 我今天如果一個比賽 你不聽話 我找一個比較強的 來跟你對 你就被淘汰掉了 這是不是很好操作 你一個球隊 如果你不聽話 我給你安排賽事 我賽事 我今天我找一個比較輕鬆的跟你打 你變成種子 你就比較輕鬆了 可是我今天找個難的來打 一次又把你弄掉 你就沒了 這有多少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這個情況 就表示它變成一個常態 那我剛剛講 這件事情 讓我們可能覺得奇怪的是 為什麼這個時間 中華奧會 他為什麼敢敢 做這樣的一個招標 那這個招標 完全違反了 蔡英文的指示 違反部長 違反行政院長 他為什麼有這個膽子 而且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打 他認為一件事 沒有人敢戳出 這個裡面的內容 他認為沒有人敢 他是認為 他可能也沒想到 他認為戴智英 可能也不敢 所以他才敢做這樣 上下其手的事情 今天這個事情是完全把 我們總統講的話 當空氣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 這個 他也沒有把戴智英放眼裡 他也沒放在眼裡 如果你有把戴智英 放眼裡說 不好意思 不然你去坐 你的藏樓 他一開始就不會說 只有11位而已 所以這個 他開始就根本 不把選手 通通放在眼裡 所以這是一個結構問題 我認為要趁這個機會 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然後讓不要讓這個 唐琦被某些人所掌控 變成萬年的理事長 因為三十六位做商務艙的 這個教練 領隊 秘書長 這個醫師 我講實在 請大家不要列無 他們也該得到 他們該有的待遇 對他們對這個代表隊 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不是說 他們不應該做商務艙 而是說 你要做商務艙 大家都做商務艙 要給運動員也有足夠的尊榮 跟禮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家事公都沒有做商務艙 請你們也身先士卒 大家一起做經濟艙 那個心情就好很多 完全不一樣 來這個王老師要補充 對 我補充兩點 剛剛洪宜哥講獵巫這個事情 就前到前面剛剛講 這個小代 他後來到了東京之後 不是派出那個照片 這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就有被獵巫的嫌疑 因為特別跟中國那個海警房比 你要怎麼說 因為奧運的選手村 在這邊最旁邊為什麼海警房 因為他在他在東京灣這邊 在最這邊 在東京灣這邊 那我今天這是下午的Google的地圖 我從如果從這個奧運的選手村 一路到小代的這個比賽的羽球場地 下午的那個日本的這個時間 是要一個小時兩分鐘 如果是他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我下午Google時間是八分鐘 他比較差多少 是 那這當然對巡洞熊來講 所以不用去拿那個海警房 來去獵巫這種事情 這個其實我認為中間他們花 因為我還有去查 那個這個場館周邊的飯店 差不多都最價格 因為他已經在東京郊區 大中京郊區 那這個是這個奧委會認定 是有防疫的這個旅館當中最好的 那這個後面其實出現的是結構性問題 不管是剛剛講中華奧會 或者是這個單項協會 為什麼這麼偉大不掉 因為他們掌握了剛剛講這些選手們 出國比賽的平民權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選拔的權利 那並且說體育署他不能自己報 他譬如說我現在報 我現在報這個奧運比賽 我要透過中華奧會 我今天如果是譬如說要報這個羽球比賽 我要透過羽鞋 我要報游泳比賽 要透過泳鞋 變成說這個協會 長期的這個協會的成員 長期把持住了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那變成說你那個選手不要聽我的 不要聽我的大家走著瞧 你以後你可能連出國比賽的機會都沒有 戴之穎這麼這個這個優秀的選手 他2016年就是世界第一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2016年在巴西里約奧運的時候 就是因為雨協 他簽了某一家運動廠商 然後戴之穎跟戴之穎平常 穿戴的這個運動鞋跟球拍都不一樣 然後戴之穎不願意穿那個上場 因為打不來打不習慣 這樣回來雨協打完之後雨協說要叫他 要罰他錢要告他 因為你沒有配合雨協 為什麼後面就是剛剛講代言費 廣告費 所以等於是我們現在的運動員 為什麼會被傲慢的心態給綁架 就是整個結構當中 運動員是在最底層 被這些協會或被這些奧會 最不重視的一群人 那蘇教練請教你 你剛才說把持 這裡面是有利用 這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我覺得站在這個問題 對不對 現在什麼路態都不是要緊 是誰可以去 真的可以改變到我們這裡的體育環境 包括可以補充到我們這裡的運動 從業人員跟運動產業 可以慢慢開掉新路 對不對 如果說因為選手只是一時而已 你如果選手下來之後 你這個比賽之後 你就會是一般選手的身份 但是我們也是要有吃飯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未來 要補充到我們的就業權益 架到我們的運動產業 要怎麼把我們扶植起來 我們有一個陶螺當中 我覺得這才是 我覺得我們聽到我們挑戰 最需要去 會嚇人 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剛才有給你問 小袋因為這麼大碗 所以他說的 大家都全國化人 如果說我是 玩的奧運代表團 但是我是算小碗 這樣齁 我如果拼出來 我會怎樣 當然 我們沒辦法去預測 但是我相信 我在體育借還要挖下去嗎 對於這個選手可能 就比較有 未來性 我們就比較暗算 你說的也都很小 因為他這是一個相對非常封閉的一群 就是說你的運動賽事裡面 第一個我們要真的要跟大家強調 大家如果要支持運動 大家真的錢要砸下去 錢一定要砸下去 你沒有砸錢沒有人有辦法去支持這麼多的運動選手 台灣又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那這裡面其實剛剛教練他這邊 我這樣子解釋 當然這不是教練的話 是我的話 就是說這裡面其實你看每一個單項項目裡面 它其實都是非常封閉的系統 我就是前面那幾個前輩 我就是那幾個前輩 我就是那幾個掌管我的特定協會 這些人 他是長有資源的人 資源還有兩個來源 第一個我剛剛說 我們國家其實過去有給多少資源在運動裡面 如果你國家給非常多的資源 丟到運動項目裡面 其實他們必須要被所謂剛剛企業 或者是有辦法能力去募款 找到錢來給你的這些 他的力量就相對小一點 剛剛教練還講到後面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總不可能一直都是選手 我很快就會退休 我的這個是一個很專業的部分 他很短的黃金時間 黃金時間結束之後 我要靠我當初賺的獎金活一輩子嗎 不可能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幾年前 你才會聽說這些很優秀的選手 退下來之後他只能去什麼 去工地 去開卡車 為什麼 因為他的專業 沒有辦法再找到方向去了 所以我們這幾年 當然我不敢說民進黨政府做得很好 我知道的事情是我們想辦法 再做了很多其他的路線 第一讓所有的運動員能夠得到尊敬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運動員回來有遊街 被當成國家重要的人去讓他們去讓大家歡呼 第二個我們後來有開始在很多的教練 或者是所謂的裁判 或者是學校的教練 他做了一些處理 這個我覺得有各方的不同的力量 跟各方不同資源 但是剛剛提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去參加這些大型比賽 還要很多很多的錢 所以所謂你有商業上面的權利 跟運動上面的權利的人 你會把持在這個訊息裡面 這是一個麻煩 一分鐘 李醫師 現在大家這麼想起 大家要求政府要有一個台島 現在台島應該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現在政府能夠做的事情 當然他能夠處理的就是從教育部跟體育署 往下處理 他能處理到這裡 今天有馬上處理嗎 這個東西就看接下來怎麼做 我說實在話 其實今天很多人也有 他們了解整個教育 整個改革人都講了 你換了很多個署長 下面不會動啊 下面不會改變啊 所以署長也不用換嗎 沒有 署長我贊成可以動 可是動完之後 你要換怎麼樣的署長進來 是叫會上班的 這是重點嘛 我們頭理是說 體育圈是一個封閉的體系 你在這體系 如果菜教你這次老的 不要說選手 他要連教練就不用擋 對 然後呢選手 人生以前最好的願望 都到學校當工友 不是教練喔 用工友的身分 那時候王建民投手的那個劉教練 現在過往了 老教練是棒球教練 他這輩子最大的快樂 就是他在國小 拿到一個工友的工作 一四人做工友 然後他用這個身分去教球嘛 這個是體育界的現實啊 所以為什麼頭大手教練 各位都在感謝戴志穎 其他的選手 他怎麼敢 他是要把自己封閉 連教練都不敢 那面對這樣的情形 當然我們慢慢改 剛才靜宜講的 我們選手現在有尊從感 從世大運在臺北辦 放在郵街嘛 這一趟蘇貞昌去送機 也說你們回來 用車隊遊街 讓選手有尊榮感 卻搞出這個疲漏 所以因為他封閉 你要有外部的體系去處理 現在的體系署長 人不錯啦 專業 你是一個政治官員 你下台不是委託 下台是把鍋蓋掀開 比方說從行政院 那個不是開槓 行政院下令要給選手做商務艙 給你夠的錢 你如果招標虛之針的實寫 十一個商務艙座位 該不該查 所以需要體育署 用行政政治力量去看有沒有違規 需要檢禁調 去看他這個招標有沒有違法 違規跟違法才能讓他倒向正途 因為你要叫選手跟基杉的狗人做壞人 何其殘忍 何其無效 所以趕把照標都看來 為什麼上面給你夠的錢 你還標成這樣子 你會不會是用商務全商務艙的錢 去處理後座都進行艙 這樣事情就不一樣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關心 全國都非常矚目的這個事情 就是高端在昨天 檢極授權使用已經通過了 那麼接下來國民黨有非常多的疑點 等一下我們也來一一的討論 這樣的挑戰有沒有道理 那高端什麼時候可以打呢 來 我們來看會下 問說我要當第一批的 那當然最快的交後期成員局 就是從月底或下個月初 高端疫苗最快何時開打 高端國際事務處長醫師連家恩給答案 而指揮中心也透露 預計8月份應該有少量供應 EUA生肖開始陸續的把這500萬劑呢 平分到這個未來到年底這半年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半個月一個月 就50萬劑100萬劑這樣子 陸陸續續交貨 最快7月底8月初交貨 8月頭的效量施打 之後到年底每個月50萬到100萬劑 不少人喊聲已經準備好交出首帝 民進黨立委真日紅在臉書發文表示 雖然聽不懂高端數據但聽起來很厲害 就決定施打了進 甚至共黨立委林維州也寫下 建議在立法院設立施打戰 我第一個來打 還發文給指揮中心 現請在立法院等政府部門設置 國產疫苗接種戰 要求政府官員帶走接種 但其實早在上個月立法院臨時會 因眾黨提案官員一日打國產疫苗 民進黨團無意義騰過 但連家恩似乎反而擔心 國產疫苗影響AZ施打率 除非有些特別的考量 譬如說你有些疾病的醫師去建議 你說你要不要考慮這些比較傳統的平台 也許副作用比較少 或是去拘泌於說這個抗體濃度幾倍幾倍 應該是說你能夠打到你趕快去打 我們不會去特別強調說 好我們的疫苗多厲害比別人厲害 即使高端緊急使用授權兩大條件 是符合安全性抗體效價不列於AZ 但連家恩和政府一致強調 同道理就去打 畢竟終極目標還是另聽 那麼今天這個有關高端的這個發展是這樣 趙少康先生指控 綠營人士沒有把手臂留給國產疫苗 自己怕死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怕死 因為賴世保公這是黑箱 所以他叫什麼 叫無辜的老百姓去做白老鼠 這個是非常嚴厲的指控 那我想先請教袁之兄 你怎麼知道綠營的人士沒有把手臂留給國產疫苗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所以趙少康亂指控 沒有每個手臂大家打什麼疫苗都尊重大家 我覺得說這個高端通過EUA這個事情 最主要是外界其實非常好奇 就是說他通過的過程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其實食藥署有點害到高端 就是說其實高端搞不好 他是一個很不錯的疫苗 可是因為他搞得就是比較黑箱 所以反而會讓大家更質疑 哪裡黑箱 就是不知道他裡面討論的過程到底是什麼 連就是誰贊成誰不贊成 然後不贊成的理由是什麼 其實外界通通都不曉得 那我覺得難免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在掩蓋什麼 美國在討論輝瑞啊 或者是BNT的EUA的過程當中 也都在YouTube上面直播 那你直播起來 然後過程讓大家知道 大家都沒話講 原子你說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 但是江啟成這些人當到立委說不知道 非常惡劣 六月十八日 在立法院各黨團政黨協商的時候 有關EUA審查 做了一個黨團大家共同的結論 也就是通過審查結果兩週內 去識別化公布所有的審查會議紀錄 哪裡黑箱 因為你事前要求審查 變成我們政治力在干預 人家專業的疫苗審查嘛 所以EUA通過的兩週內 會去識別化 因為個別的審查委員總名單有 但是你不要去標註他說什麼 因為當時六月十八號立法院黨團協商有結論 你現在去按鈴聲告說黑箱 你是完全在立法院狀況外 還是不惜用政治干擾的力量毀掉台灣的生計業 那我請教林醫師 你是做醫生 他說審查會議 閉門沒有錄影 各界罵翻了 所以才說這是黑箱 那我想請問審查過去都有錄影嗎 沒有沒有 你要看在場會議的專家的立場 我先講一件事情 你那個會議裡面二十一位專家 你現在中國國民黨這種態度 你覺得這些專家 誰敢讓你們這些國民黨的人來 來對他們 對他們 就是說你這裡面 你要想想看這些專家們 我們政府 要不要讓他們用專業的方式來審查 還是我們要用政治的立場 讓他們干預他們 專家要能夠在這種會議裡面 畅所欲言不是嗎 這種狀況之下 今天如果我們國家內部的政治氛圍非常穩定 在野黨也支持 我們講的執政黨也支持 大家都認為 我們都相信你們可以好好的審 請你們好好的審 我相信這些專家沒有這種壓力說 我不要讓你們做錄影或錄音 當然我這樣講 我絕對相信這裡面每一個專家 因為這裡面的專家 彼此一定都知道 那個是哪一個傢伙 誰那麼認 誰力不厲害 那都是我們在國內 這種專業裡面最頂尖的人 這種過程中 他在裡面講的話 說句不客氣的 他們在裡面講的話 比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講的話 還要負責任 那這些專家本著他的專業 在這邊負責 我們的國家 相信他們專業裡面去審查 這些專家對於自己的身份 講的話的負責度 我絕對相信 那國外都有錄影嗎 國外沒有 講下去直接講白的 國外沒有這麼沒有水準的 中國國民黨 我告訴你國外 東南亞某一個國家 中南美洲的巴拉規 他的EUA怎麼授權你知道嗎 台灣通過我們就跟著通過 那個要錄什麼影 這件事情就是說 可以錄影 我們事前看怎麼溝通 我剛才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 明明大家溝通好 要公佈會議記錄 大家看 你看到會議記錄 就可以看 你這個專家是在講政治化 還是專業化 這個顯示的數據 梯值多少 然後顯著不顯著 那個公佈出來 人家一看就知道 可是國民黨現在做的就是 既忘了自己 曾經簽過的黨團協商 又要污名化這些 這些專家開始對決進動 疫苗打下去要對生命負責的 你現在把這一二十個專家 講的一副好像他們是 哎呀 黑箱作業按既定作業來程序 他們那個意思是說 你們去找技術 他們的打手 背書嘛 你看看這二十一個審查委員 誰會當背書啊 李秉穎沒有參加都公開講說 這個審查結果是一個科學數據 現在就是大家對於這個國產 有些疑慮 比如說像國民黨昨天鄭立文 他也有提出一個數據 一個六月四號食藥署內部文件 說高端在還沒有EUA 他其實已經生產了五十幾萬劑 然後食藥署也幫他審核了 結果發現只有8%是合格的 就是說大家還 當然就會提出很多疑問嘛 要去地檢署按鈴告人家 我意思是說 外界的確就是會覺得說 有這些狀況 不要講外界是國民黨啦 既然你在審的過程當中 如果可以以遭公信的話 大家都沒話講 我也相信國產可能是好疫苗 但你越不讓人家知道 人家越會覺得好奇嘛 我這樣講啦 當天去開會這些專家 他們是不是專家 專家裡面如果他們對於這裡面 大家一致都覺得說 這個疫苗超爛 第一個他們不會讓他過啦 第二個事情專家 開完會出來之後 會不會開會不會開炮 這個事情真的有氣 會不會開炮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今天我真的很生氣一件事情 是說今天如果你 今天我先看 你在這個審查之前的氛圍 審查之前國民黨對於這些疫苗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也就是說你已經自己先用政治 來干預了專業 然後人家的專業開完了會 你再用政治 再來抹黑這些專業 其實今天 其實陳時中指揮官講了一個事情啊 他希望大家之後不要用獵巫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剛剛我們講委員他說 之後的那個會議紀錄要去世別化 因為如果沒有去世別化 這些專家們 就會說以後他是民進黨 很多的政治 會有很多政治上面的傷害啦 這些政治上他就去講說 這個人的專 他完全會不顧這個人的專業 他單純就是摧毀這些人專業 今天如果你的專業上說的過去 我們用專業上來討論 可是其實中國國民黨 在這一次的國產疫苗的 整個研發過程裡面 他完全不是用專 他完全對於這些專家 他根本沒有保持要去尊重人家 專業這個立場 這是我最反對的事情 我全世界 我沒有看到一個反對黨 對自己的國產疫苗恨到這個程度 質疑到這個程度 剛剛我們上禮拜跟那個高端的那個 我記得那個國際處處長 連家恩 對 他說他們的總機被 萊茵的支持者打爆 然後痛罵那些總機小姐 那些妹妹都嚇到她哭了 說你喔 就你們搞那個爛疫苗 害我們那個進口疫苗太少 把這個事情跟高端連結在一起 這種是一種仇恨嘛 這已經是變成政治仇恨 而且是根本是假的事情嘛 所以剛才原則說 為什麼美國開放EUA 他可以 他可以視訊 因為他們反對黨 在野黨沒有去像這樣去動員 去對這個疫苗進行攻擊嘛 沒有站在一種完全否定的立場上嘛 所以他可以開放 所以他的委員們 大家都不擔心我會被人家肉搜 我不會被人家這樣子 在我臉書上把你圍剿嘛 可是你想想看這二十一位專家 當我們問他說 你問他說要不要開放直播 我相信他們一定不願意 所以我覺得今天 江啟成啊 他不是笨蛋 就是壞蛋 笨蛋是什麼 全世界我們都知道 哪一個國家 在阻擋台灣買疫苗 中國嘛 哪一個國家最不希望 台灣的疫苗充分 是中國嘛 哪一個國家最希望 我們的國產疫苗不要上市 這中國嘛 結果你江啟成 是跟中國正在一起 你來告我們的官員 這不是很荒謬 你不是蠢蛋嗎 你笨蛋 你說你不要抹紅我們 結果你跟共產黨 永遠站的是同一個陣線 OK 那這個王委員要補充 我覺得我們回到一個基本的事實面 然後看看現在國民黨在做什麼 或者江啟成在做什麼 這一個是我們黨團協商之後的會議紀錄 六月十八日第三百九十七項 下面講的就是針對EUA 在專家審查之後 這個資料應該要讓人民可以看得到 我們贊成 所以黨團所謙制同意 在EUA通過的兩週後 去識別化公佈完整的審查紀錄 然後你現在出來按鈴告人家黑箱 有人這樣子的嗎 上一次還要公佈什麼 說我們採購疫苗的金額流程 還罵審計部是東廠 就審計部說不對 我們在通過預算4.0紓困的時候 有一個決議也是各黨團的共識 就是通過這個疫苗等全部到貨後 會公佈所有採購細節 所有黨團都簽制 難道你江啟臣是被國民黨團開除了 你都不知道 這種做法毫無證據 就去抹黑別人圖利 作假 一點證據都沒有 那我也違反自己的同意 剛才講說要什麼官員去告 其實不是 他是告了那麼多人 高端公司對你的商譽應該要維護 這21個專家對自己的專業地位應該要回覆 他們都是被公然侮辱 好 來我們現在要連線給這個高端疫苗的總經理 陳燦堅陳總經理 我先請教你 因為剛才袁之兄轉述鄭立文的說法說 你們在六月四號生產了五十幾萬劑高端疫苗 但是只有八%是這個及格的 其他都不及格是真的嗎 那我想這種網路上或者是 我們不明來源的這些爆料資料 老實說有時候各位也知道 就有心人也許加油天觸穿著互惠 所以這個問題對我來講 是很難做什麼回應 因為我重複一遍 這些資料是怎麼來的 我們老實說也不清楚 那過去的經驗 那麼我們也很冤枉嘛 也常常被穿著互惠 然後加油天觸 所以這個問題我想這個要靜待 這個有關單位去了解 那第二個問題是為了證明說 緊急使用授權 腦早已經劇本安排好了 所以你們已經先生產了 一批這個疫苗 有沒有這回事 這樣子這個各位知道 一般的疫苗一般的疫苗開發或藥物開發 通常是有它的步驟的 那麼第一個當然在實驗室先做完疫苗 再做一個叫做先導工廠的疫苗 然後去做各式各樣的 臨床間實驗 臨床實驗 做好了以後 有把握了 才會繼續生產 所以我想 所有的國人 那麼以及各位觀眾 可能都有這樣的印象 就是說這個本來應該是這樣 可是各位如果想想這個 這個這個叫緊急狀況下 我覺得在所謂的這個緊急狀況 它就是叫做所有事情 不管它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你要同步齊發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回看美國 和歐洲AEZ等等 他們都是還沒有做完動物實驗 就是做一期 一期大概知道大概怎麼樣 就做二期三期 同時它的工廠 一個工廠不是燒開水 我把GAS開下去就滾了 對不對 你看從排原料 排物料 排層 做GMP的審查 那個都是漫長的時間就對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 一方面我們對我們的產品 有某種也是充滿信心 那第二當然是因為知道這個緊急的需求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同步的 因此提前生產也是一個很合理的安排 否則你想想看 我舉個最簡單的意思 我在很多場合 不管是跟我們的媒體朋友 我們的觀眾朋友 或者政府官員 我說不要說什麼 就那支針頭 你不六個月前十二個月前去買 你到時候都不用生產就對了 所以這種提前安排 本來就是緊急疫苗 或者緊急商品 必須要做的工作 我想不要說我們疫苗 那個口罩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你不這樣做 那怎麼可能有來得及呢 所以事實上這個緊急 在沒有核准權生產 第一個本來就是應該做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叫做超前部署 提前準備 跟人家去搶原料 這是非常正常的 那這個如果說你提前生產了 可是EUA沒過那怎麼辦 這個EUA沒過當然就有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這個你就當然不能使用 或者繼續去想辦法彌補 因為EUA有時候也不是一個黑跟白的問題 有時候就是你可以去再增加一些什麼樣的改善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EUA如果沒過 當然這一批根據現在的依據規則就不能交貨 就要銷毀就對了 也要銷毀 你剛剛講說同步齊發 那有些東西要先買 然後要生產也要超前 那現在我們生產多少了 這樣子 事實上我在很多場合都有跟過報告 我們的生產完全是依照我們前一陣子 跟政府的承諾 就是說我們今年再下半年必須交500萬劑 那至於說我們現在到底有多少貨 那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那這個是一個生產排程 我們跟政府有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交貨採購的保密協定 我們是完全有按照 我們承諾給政府的這樣的交貨期 在如期進行走 那你怎麼看這個 這個江啟臣主席要告你這個事情 這樣子我講個話 我記得在很多場合 我的同事 那麼也被問同樣類似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做一件事 最重要的我常常講 第一個要對得起良心 第二個要對得起科學的驗證 所以只要你把握這兩件事情 你全心投入去做 其實人家說你什麼 那也就也沒辦法了 除非就如同剛剛的來賓講說 除非有那種無告的 這個人身這個攻擊的 那我們當然會採取必要的措施 否則我想我們我們做疫苗的科學人 就是低著頭悶悶的做 好好的做 為了大家的健康 不計不求 我想這個是我們基本的精神 那打壓難免嘛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實真相只有一個 當你做得越對科學數據越好 更多的朋友會不會站在這邊 這個是這個李秉穎教授 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 預防接種組召集人 也是國內感染科的權威 他在這個教授李秉穎他說 以各國目前各種疫苗的臨床試驗 顯示保護力來看 高端可能跟美國生技大廠 諾瓦瓦克斯 疫苗的保護力相當 可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 AZ疫苗在全世界的平均保護力是七十 換句話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高端的疫苗的保護力 比AZ還好 那我想請教陳總 那你對這個事情的評價是什麼 首先我想李秉穎教授 是我們國內以及國際上 受尊重的知名的一個專家 我第一個我絕對很尊重 而且很同意他的研判 因為各位知道 在國際上最近 有幾個 因為沒有三級臨床 所以衍生出一些 怎麼去預測保護力的一個方法 那我想專家們有時候可以去上網 或者去看國際期刊 他都有一種叫做預測的一種方法跟公式 那我相信李教授一定是用這些全世界 大家認可通用的推算方法來推算這個 所以我相信他的推算 根據我們發表的資料 那麼是一定他有他的根據 那我們也充滿這樣的信心 你身為高端的總經理應該不能夠接受高端的試驗對不對 我那個臨床試驗 你的意思是臨床試驗 對 臨床試驗我很愛做的 但是我不能做 因為我是試驗總主持人的 超級的主持人 AZ打了沒 你打AZ了沒 你打AZ了沒 還是打莫德納 我當然不會打AZ啊 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這個疫苗這麼好 大家都把手臂留給自己高端 我難道 我怎麼可以不留下來給自己打呢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打 你還沒打嗎 我還沒打 我嚇到要死都沒打 所以你要留給國際高端就對了 我自己兩支手留給高端 了解 你稍等一下葉元智要請教你 就是說其實那個高端好像有在六月四號十八號二十五號之前 食藥署有完成三批高端的疫苗 大概將近五十四萬劑的審查 那其中只有八點八萬劑合格 不合格率高達百分之八十 那您剛剛講說這個消息來不正確 你不知道怎麼評論 但你有沒有送疫苗去給食藥署審查 我們跟食藥署怎麼來往 我想都有紀錄啦 所以最重最好的是 假如可以跟食藥署去查驗 這會比較合理啦 那因為我們做了很多很多批 我們送了很多資料給食藥署 所以事實上是怎麼回事 那麼老實說 這個葉兄的問題 我是覺得我無從給你回應 陳總五十四萬劑只有八萬八千劑合格 有沒有這個是 至少目前我不曉得這回事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中研院的院士啊 像陳培哲啊 或者是何美鄉老師啊 他們對於就是說這個免疫橋間 因為做出來的那個高端的中和效價是AZ的三點多倍嘛 光用中和效價來評斷說這個疫苗的保護力 其實他們會覺得有點疑慮 他認為說中和效價高不代表保護力強 那陳培哲還舉了一個德國的例子 就是說德國有一個疫苗叫做QoVac 他有一支疫苗 他在第一期第二期的中和效價都很高 但是在做第三期直接打到人體的時候 就發現好像保護力不到百分之五十 四十七 只有百分之四十七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有一個疑問是說 對沒有錯我們現在做免疫橋間 看起來中和效價是高的 可是實際上打到人體的真的會產生保護力嘛 保護力才是我們比較關心的 因為我們不是說高端不安全 而是希望能夠打一支有保護力的疫苗 是是是 謝謝這個袁志兄的問題 我我我把話題再稍微擴大一點 這個整個要用這個免疫橋間 這樣的一個做法 不是我們發明的 不是臺灣的政府發明的 是一個單位叫做ICMRA 我把它翻譯一下 他叫做國際藥物法規主管機關聯盟 ICMRA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可以分享這個網站 那這個ICMRA是幹什麼的呢 他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2012年 那麼在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的時候 那麼有30幾個國家的衛生主管單位 他覺得說欸 那我們這麼多國家喔 他叫法規都不一致 要不然來協同一下就對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他們這30幾個國家 其中最主要的 我們集資的十大先進國家 包括FDA 包括EME 包括澳洲 包括加拿大 包括日本等 他們在2012年 有鑑於大家全世界對法規的規範 其實認同的不一致 成立這個協會 這個免疫調節喔 這個 要怎麼去認 都有規範就對了 所以 各位 不管是我們陳教授 他是我們很尊重的這個前輩 他應該很了解 這個計算啊 怎麼去算 所以這一點 我相信也許他最近比較忙 沒有去了解這一點 我想當他了解以後 我想他就會知道說 其實他的問題 在ICMR的規範裡面 都已經被解釋了 不過陳總 我覺得陳院士的話 你應該也不用回應 因為他說 這是你公佈的是沒有用的數據 他連看都不想看 所以他沒有看 但是我不認同他這樣的話 為什麼 人家公佈那個數據 一定是有用 不然何必公佈 就公佈的數據是最重要的 他可以去抓那個數據哪裡錯 但是連看都不看 就說沒有用 那二十一個專家的學術地位 沒有比他低 是 好 派遣陳總 非常感謝你跟我們連線 謝謝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去討論 我們今天本土病例有十八個 那死亡有四位 台北市有七位 新北市有六例 那麼基隆三例 桃園兩例 那這個陳時中部長 今天對於要不要解封 他已經有答案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報告 那因為這個降級之後 新加坡一下子增加了一百七十二一天 新加坡疫情又下來了 那另外是以色列 以色列本來已經降到零了 想不到現在解封以後又變成一二二零一天 那以色列情況其實還蠻嚴重的 而且他都打BNT疫苗 好 那解封之後或降級之後會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請教來賓 我們來看福西亞 好 那麼今天陳時中部長說沒有要解封 但警戒會降級 未來有三個措施不會改變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 這三個不會改變 那我想這個 吳醫師你怎麼看 所以是降到二級嗎 這個我想這個不是降級的概念 因為你國外你看現在幾個國家 一解封以後他馬上疫情就 就高起來了 那這高起來其實我們還是有看到一些 那個曙光 就是說比如說像是英國 那接種率還有新加坡的這個接種人數 已經那麼多了 可是雖然疫情感染人數增加 可是他死亡率沒有增加 他的重症率沒有增加 那也就是說這個疫苗的確帶來一定程度的保護效果 那所以說接下來反正大家就是要要要理解 我們打了疫苗有了一定的保護力 那社會這個經濟需要適度的去開放 那這個飯碗還是要顧 那只是說你解封的 你那個採取的這個那個措施 會帶來感染這個感染 不會對民生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 這樣就可以了 來沖耀兄要補充 首先的那個解封的話 是英國是給人家最特別的是 他十九號那天就是他們叫做自由日 所以晚上凌晨十一點多 數萬個年輕人排在夜店前面 結果因為他們都自由了 那邊很開 但是現在一天確診五萬個 所以你說其實這解封之後 完全的放鬆是很危險的 然後法國是要求要有健康的一個證明書 就是你要進到一些單位 你要證明你打過疫苗 結果他們竟然可以用賣的 黑市三百個三百萬元就可以假的 所以其實解封之後一鬆懈 你都很危險 所以法國也飆起來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疫苗下去之後 基本上不管他們打的是什麼 吵那麼多 基本上重症就少了 死亡就少了 然後回到台灣 台灣國民黨要監督這個高端和國產疫苗 應該的 因為他是打到每個人的身上 確實可是國民黨至少有點嘗試做基礎 首先呢 美國那三個室友在那個所謂的八個小時直播 可是八個小時直播裡面呢 沒有旁邊的一些人是問一些不知 沒有專業的問題 連一些學習都沒有學習問題 比如說剛剛講的 美國那時候是十二月十八號通過了莫德納 但是莫德納完畢之後就說 我馬上在年底之前送出兩千萬 難道莫德納沒有先準備好嗎 如果沒有先準備好莫德納 怎麼可能在一個多禮拜兩千萬就出來 輝瑞馬上也就出來 代表著本來就是同步進行的 這是常識 所以國民黨拿這個說 這個就有點鬼扯 然後接下來要不要打到我們身上 也有個步驟嘛 所以國民黨要去搞 沒有問題 你就拿出專業 國民黨不是沒有懂疫苗的人 不要完全這樣 那至於什麼免疫調節 確實是一個為難 連日本這麼大的國家 日本疫情很嚴重耶 日本這麼大國家裡面 他們的第一三共 目前是張宏林也講了 他們也出來了 要去主導就是剛剛講的ICMRA 免疫橋接 他們要去主導 日本也只不知道 也知道說 他們第三期沒有能力 做出幾萬人 所以日本都是第一三共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 如果國民黨要去告 要去炒話題 做點功課 大家都會信用 不然的話只會看到就是 講幾層呢 已經沒有舞台了 已經這個黨主席 其實在蹭聲量 其實他這才是國民黨最大悲哀 那創下兄他們也不是沒有懂疫苗的人才 為什麼他們會問這麼這個 你剛剛講的愚蠢的問題 是因為懂疫苗的人 大概不想跟張宏林講話 是這樣 OK 那因為以色列說 用BNT打對抗Delta 降為六十四 預防重症跟住院的保護力 有達百分之九十三 那以色列現在 九百三十萬人口 有五百萬人打了兩劑了 所以六成的人口至少接種一劑 不過剛剛講 這個他們的確診數 十八號增加七百五十五個 剛剛有看到以色列 其實是一千多個 十九號已經一千多個了 那而且他說 最近新增的確診裡面 半數以上接種過疫苗 接種了疫苗 而且這個打的是BNT 還是感染超過一半 感染Delta變種病毒 新增確診中的重症患者 高達六成接種過疫苗 所以怕BNT 也會得重症 而且重症還六成 其實真的不要迷信特定的一支疫苗 也就是說 當然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為什麼當初指揮中心 他們到後來是選擇 每一家都買 因為沒有人知道 他們真的實際接種之後 這些疫苗的效果 會不會有所不同 再來 因為我們現在都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RNA病毒很會突變 現在大家都講Delta 大家很怕 那有些民眾問我說 那林醫師 那現在這些可以對抗Delta嗎 那未來呢 我說未來我不知道啊 你未來會有非常非常多的突變 所以哪一支能夠因應新的突變 真的沒有人曉得 你不同種的疫苗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打 每個人打得不同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定能力能夠因應 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說 你要能夠隨時準備 我因應接下來的突變 第二個事情也很多人講說 是不是可以不用 像那些記者會有記者問說 是不是接下來不用戴口罩 這件事情還很遙遠 但是我必須說 戴口罩這件事情 對於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作息 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嗎 目前看起來不會嘛 也就是說 你在家裡面你不用戴口罩 你出門大眾運輸 你戴口罩 基本上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公共衛生習慣 我後來省了很多口紅 而且陳中部長說臉遮一半 看起來比較好看嘛 那所以說 這個對大家來說 不是一個會干擾你很大的習慣 我個人會認為戴口罩這個習慣 你基本上維持到明年 是一個基本概念 那這裡面大家會 所以國內有一些民眾非常迷信 某些疫苗 像有很多朋友非常支持高端 有很多朋友非常支持BNT 我認為都很好 你只要信得過這支疫苗 但是政府我們先拉開來 民眾你可以去選擇你相信的資訊 去選擇某一支疫苗 政府的責任是他選擇說 我通過EUA通過能夠上來去做施打的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政府責任買好疫苗 買到這些疫苗 他審核通過 再來他監測這些疫苗的副作用 然後讓大家可以方便的想打就打得到 這幾件事情是政府做的 民眾這邊真的我拜託大家 不用聽那麼多有的沒的 我到現在每天都還要有人問我 可不可以這樣可不可以那樣 其實就是你去看 其實我們公開資訊都很清楚 哪些是絕對經濟症的 你當然很清楚 但是如果說沒有那麼多經濟症 你說我平常熬夜啦 我很容易緊張啦 可不可以打 這些東西都不在條件裡面 準備降級囉 準備降級囉 七月二十六 來 我外交部關聯證實 在歐盟成員國立陶宛這個宣布 十月將在臺灣設立辦事處 臺灣也將在立陶宛成立管處 並以臺灣代表處為名 這是繼我國在非洲之角索馬力蘭 以臺灣為名義設立代表處之後 第二個在非邦交國 以臺灣為名的新管處 並且創下 臺灣在中國邦交國 以臺... 外交部宣布好消息將以臺灣為名 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這也是繼二零二零年 在非洲之角索馬力蘭設立 臺灣代表處後 第二個以臺灣為名 設立辦事處的非邦交國 前進立陶宛更有助於在歐洲的外交關係 甚至越來越多認同臺灣價值 支持臺灣民主的國家 也願意 不管是設立新的代表處 或者是將既有的這個所謂的 經濟化辦事處 證明或者是進一步升級 成為這個所謂的臺灣代表處 中國近年的戰狼外交 讓不少歐洲國家出現反彈 立陶宛強烈表態 並基於民主理念支持臺灣 更貼近普世價值 2020年4月我國贈立陶宛十萬片口罩 六月份立陶宛回贈兩萬劑疫苗 預計九月底前抵臺 都是具體互助的展現 立陶宛外長也表示 計畫修法好到臺灣成立代表處 現在我方先行動 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對外關係再邁出關鍵一步 針對這個是中國的這個反應是 由國台辦的發言人朱鳳蓮 發布最新回應 他說臺陶設立辦事處是鬧劇 也改變不了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他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反對我建交國與中國 臺灣地區發展官方關係 我們敦促立陶宛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不要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訊號 那我想請教王委員 你也是國防和外交委員會 中國會跟立陶宛斷交嗎 那個先放著 其實他今天的反應 比我們想像中的軟弱 這樣講軟弱 他明天再說起來 就是反應還在預料之中 溫和啦溫和 對 事實上從索馬力蘭成立臺灣辦事處 那索馬力蘭的國際的處境跟臺灣很雷同 包括戰略地位很重要 那他跟中國是沒有邦交的 因為中國要索馬力亞那個海盜國 索馬力蘭不是那國 第二個其實不是立陶宛 第二個要突破的點 是大家都沒有想到的蓋亞納 海盜國 索馬力蘭不是那國 第二個其實不是立陶宛 第二個要突破的點 是大家都沒有想到的蓋亞納 那時候蓋亞納我們宣布 也是以臺灣的名義叫做臺灣代表處 然後第一個發表恭喜的是AIT 第二個是國務院 後來蓋亞納被中國駐蓋亞納大使館 的大使 像在他們的辦公大樓 他們撤銷 那這個原來其實那個事情就成了 那第三個點是立陶宛 我們現在宣布要設立臺灣代表處 是一個準官方 我只能用準 準官方的一個代表 他不是商務辦事處 他是代表處 全權代表處 而且立陶宛的政府官員已經在安排 十月十一月會來臺灣 他們要開設管處 那這個背景是臺灣跟立陶宛 在防疫期間的互助 那是國際難得一見的那種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佳話 比型 第二個臺灣跟立陶宛很類似 都處在過去 過去共產大國 一個俄羅斯 一個中國 旁邊面對威脅 那最重要的是 立陶宛跟前面 索馬力蘭 不一樣的差別就是 他跟中國性 他們會不會斷交 就沒有要結束了 你又不說 他真的沒有說要斷交 如果沒有斷交的話 這個模式 明明他沒有斷交 這是大事 他如果沒有斷交 這一種隱性的雙重承認模式 是國際上一個大事情 他現在大家都在看這個 但是蓋亞那 這個24小時就變了 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夠撐下去 我希望立陶宛能夠撐下去 如果撐下去 我們只要還有其他